起来起来穿衣服穿衣服 今天 突然来警察冒了什么 怎么回事啊 我喝多了喝多 女子号称三天赚六十万 什么样的女子敢如此口出狂言 当警方破门而入时 在酒店睡觉的两个女孩显得十分慌乱 她们是容貌出众 学历优越的女孩 却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干着最令人不耻的勾当 令人震惊的是 在这两人的背后 警方仅用了四个月时间 警方顺藤摸瓜揪出了外围女的秘密 成功破获了七个吊棒的犯罪团伙 涉案人员高达一千多人 那么这个看似神秘的外围圈 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幕呢 时间2014年11月8日 警方在一次网络巡逻中 偶然发现了一段诡异的聊天记录 引起了警方的觉察 一个名叫谭皇的网友 正在向叫HD的网友介绍什么 两人的对话中 也经常出现奇怪的字眼 比如发快餐 隔夜这样奇怪的词语 乍一看 前言不搭后语 外行人根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 但办案经验丰富的警方 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随着两人聊天的深入 这个叫谭皇的人 都会在后台输出报价 更奇怪的是 这个网友竟然开出了天价 每笔交易的金额 最少也在5000元 有的甚至过万 更令警方感到震惊的是 谭皇在网上不止 和一个人进行这样的交易 而这些金额庞大的交易数据 远远高出了东莞排查时的数据 也从侧面证实了民警的猜想 而这个谭皇他作为中间人 掌握着大量帮友的联系方式 同时也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这些交易的都是写什么人 为何会出如此高的价格呢 为了打入内部 查明真相 警方乔装打扮成功 添加谭皇为好友 在谭皇的朋友圈中 可以看到他经常会发布 很多漂亮女孩的信息 直接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可以想象到他们身处的圈子 不免让人扼腕太息 而这些信息中 都有他们圈内的街头暗号 而这些女孩都来自全国各地 她们不仅相貌出众 而且情商也很高 因此 她们所针对的都是高收入 且出手阔绰的人群 而在谭皇的朋友圈中 一个女孩的名字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而这个人的加入 让案件更加不寻常起来 这个女孩就是孙静雅 是不是听起来十分熟悉 没错 她就是当年 海天圣言事件里的名言 曾在网络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海天圣言 其实是一场盛大的活动 简单的概括 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许多名人高官齐聚三亚 成为了很多女孩赚钱的渠道 这样的派对上 自然少不了孙静雅 据说活动三天孙静雅 狂赚了六十万元 从而一举成名 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这得奋斗个五六十年 才能攒下这些钱 可对于孙静雅而言 只是在一面之间 经过警方四个月的深入调查 很快确定了谭皇的身份 而让人诧异的是 幕后大佬的谭皇 原名叫忠诚 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被捕时只有18岁 看起来很无公害 但一切的证据 只向他已经触犯了法律 对于自己是否知道 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忠诚表示自己非常清楚 也知道后果 但在利益面前 他没能经受住诱惑 任由自己堕落 据了解 一开始忠诚就不断地 扩充自己的人脉 和储备外围女资资源 接着忠诚就会在 各大软件上筛选目标 然后开始做起了 红娘签选搭桥 抽取手续费 单笔收入就不低于5000元 而忠诚就能从中 获得1000多元的报酬 而外围女拿到报酬后 也会给忠诚介绍小伙伴 至于那些享受的人 在浅尝后 也会介绍自己的好友过来 久而久之 忠诚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多 单单抽成 忠诚每天就躺赚十几万 也正如此才让忠诚恋恋不舍 通过对忠诚的审问 她的圈中就有孙敬雅 当年海天盛岩爆火后 很多人都为她莫名而来 谭皇多次联系并从中获利 而在跟忠诚合作后 孙敬雅的业务能力 蹭蹭蹭地上涨 在忠诚看来 孙敬雅是一个 非常地豁得出去的人 自己和很多女孩都不认识 但孙敬雅就不一样了 她是直接带着小姐妹 打飞地去服 将客人哄得眉开眼笑 就在忠诚被抓的前一天 孙敬雅还带着 六名外围女去见客户 堪称业界劳模 据调查 这名贵宾每年在外围女身上 花费二百到三百万不等 而孙敬雅为了获得报酬 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是通过介绍 就赚取了四十万元的费用 两个月后 警方在海南的一个宾馆 抓获了几名外围女 其中也包括孙敬雅 但抓获孙敬雅后 却让警方惊讶地险些掉了下巴 在众人眼中 孙敬雅虽然走错了路 但在外形上确实无可挑剔 但你做梦都没想到 孙敬雅其实是一个 如假包换的男人 叫罗月 因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离了婚 所以她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 坎坷的童年很清贫的家庭经历 让罗月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长大后的罗月 对物质有着异样的渴望 做梦都想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 为此她放手一搏去了泰国做变性手术 从此有了另一个身份孙敬雅 后来结识了易先生 从此孙敬雅成功进入了外围女圈 当时的易先生还只是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 擅长替人美化和包装形象 很快孙敬雅也在易先生的包装下 摇身一变成为了娱乐群的人士 虽然是假的 但好歹百度百科能够查到 很快过上了纸醉机迷的生活 但这样的行为是明显违法的 孙敬雅以及谭黄和众多外围女 终究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接下来的时间 就好好在楼里采缝纫机吧 但愿他们出狱后能够洗心革面 用自己的双手换取财富自由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